看看这个WAF 实际上现在我们测试一些赞点 很多都是有WAF的 可能他感觉就是说 我的网站别管他有没有漏洞 反正WAF又不要钱 先干净一个方向试试 但实际上他这种操作也对 毕竟又不花钱 然后你从往下一个 基本上比不下要强多 而且你下之后一些注入 都能给你有效的防御组 有效的防御组 包括一些比较简单的脚趾小子 不会绕过可能就拦截住了 而且就是 很有可能就是说 有这种WAF的话 包括不光注入 一些插材色和上传什么 都可能会拦截 这能听见吗 没声音吗 能听见吗 能听见 扣下1就可以了 还有老规矩 没问题确定 扣下1 然后我们接上课 好 那我们看看WAF怎么绝绕过 实际上WAF 它也是人做出来的 肯定只要人做出来 可能就会产生一些什么 一些行为逻辑 或者说一些 开发上一些缺陷 能听懂吧 那它的一些缺陷 我们也可以慢慢来去找的 它并不是说 你给它安上一个这种 这种防护软件 对吧 那它就百百百百就安全了 也不是的 那如果这样的话 那我们伸通这个行业 基本上就不用做了 每天去开发这些东西 去往服务箱干这些东西 就可以了 那也不可能的是吧 因为我们做测试 是有针对性的去找些安全隐患 然后针对性的把它给修补上 那你像这个WAF是属于什么呀 盲目性的给它一个全面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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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安装拦截 你也不知道它到底有没有漏洞 反正你赶上看看是吧 是什么一个东西 那我们来看看 那假设我们现在碰到的测试站点 它有WAF 我们怎么去做测试 是不是有WAF 它就能保证网站 百百安全的呢 那也不可能的 那也不可能 那你也吧 之前我碰到过一个站点 里边上了好几个WAF 什么云顿云锁地 安全狗30什么这些都有啊 但最终我们还是能够拿到全线的啊 那你要给它层层的去剥皮 那你也吧 层层的去照顾 最终一个 反正很垃圾一个站点 结果上了那么多WAF 难以理解 但是这样的话 你如果碰到这种情况 你就没法就扔掉放弃了嘛 也不是的 那我们来看看怎么去搞 首先我们的了解一下 你碰到一个网站 它如果有WAF的话 它需要可能说 从你哪些操作上会拦截吧 首先你在目录扫描的时候 可能会摊得出来 因为它一些WAF 无论是软件还是硬件 都有对你的一个什么呀 一个访问速度 一个拦截 也就是我们扫描 可能说是速度比较快 可能一秒钟 或者说是 嗯 扫描可能说是超过了10次 对吧 但它你本身 你正常的浏览网页 它可能是达不到这么一个 快速的这么一个访问次数吧 也就是WAF可能会设置一些规则 定义一些什么呀 当有一个单个IP 在访问我某一个页面的时候 来访问我发生一个请求说 它如果一秒钟超过了一个 正常的访问的一个发指 那我认为你是一个CC攻击 我就可以对你本 就是你访问我这个IP呢 进行一个拦截 能听懂吧 是这么一个 那可能说我们在扫描目录的时候 可能就会触发它这个发指了 比如说WAF 像安全狗它定义的 可能说是一秒 一秒钟不能超过10次 10秒钟不能超过100次的这么一个发指 那你在像用预见 或者用一些其他工具 进行访问扫描 或者是扫描目录也好 你爬行也好 或者是扫漏洞的时候 它速度可能比较快的 那这么快的话 如果超过它这个发指 它肯定会拦截的 而且会把你的IP 加入一个黑名单 可能说是你要去五秒 五分钟之后才能去 重新去访问 因为这五分钟之内 无论你访问正常的一秒 还是携带的一些其他的 一些请求 它都易律给你拦截了 不允许你访问 显示一个什么呀 一个防护的一个标志 能理解吧 所以这是目录 目录会给你 你在上面说 会给你拦截 那目录上面说 怎么去绕过 一会儿跟你讲 那关键就是手工了 那注入的话 不光手工了 你用工具跑也好 对吧 你用手工也好 你输入提交一些注入语句 它肯定也会拦截 也会拦截 然后就是sharkmap怎么去 绕过 对吧 用sharkmap要去跑的话 怎么去绕过waf 然后sharkmap跑的时候 肯定要去加载一些什么呀 waf一些 过waf的一些脚本吧 怎么去编写 包括一些 免杀的一句话 怎么去写 因为它这个waf 不光去拦截你的一些注入 上传 还有插材子等等 拦截拔招的东西 在你进行 比如说拿到一些权限 想进行一些什么呀 留一些后门 留一下webser的时候 它对webser的一些代码呢 也是有防御的 所以说你在 留一句话的时候 要怎么去写 免杀的一句话 来进行给它 放到服务器上 绕过它的一个 躲避杀杀 对吧 然后呢 你虽然你上了一个免杀的一句话 但拆刀连接的时候 如果拆刀 它提交了一些参数 它也能够识别出来的 所以说它有效的 可以来接拆刀的一些什么呀 webser客户端的一些工具等 那这种情况的话 怎么去 拆刀连接的时候 怎么去绕过 然后webser上传 怎么去绕过 我们在进到后台之后 假设我们通过一些方法 绕过一些注入 然后找到后台 登进后台 那你是不是要上 拿seal 那拿seal的时候 怎么去上传 绕过它 因为我们 用阶段也好等等的 你只要上传脚本 它就认为你是一个非法的上传攻击 即使你可以 就是说 能够通过 就是说一些方式 然后 能够上传脚本的 但它如果有webser的话 它也会拦截 不让你去上传脚本的 那怎么去绕过它 这个也很重要的 然后就是提拳 绕过webser 我们在这个提拳的时候 经常也会碰到一些webser 因为它拦截的话 像如果有安全口的话 它会怎么拦截呢 它如果你是 已经是cdm员线了 你是不是要创建 管转账号 进行登陆 远程桌面 那你在进行创建的时候 创建账号是允许你创建的 但是 你想把加入的管转组 它是不允许你加入的 怎么去绕过它 这一块也非常重要 我测试这种安全口的话 如果你有cdm权限 什么情况下 会有cdm权限呢 就是假如说 你已经拿到sa了 对吧 它不会拦截你sa的一些东西 那你sa然后去提拳 是不是已经cdm权限 像soulsoul的sa权限 或者是mycircle的UDF提拳 都是cdm权限吧 那你可以通过一些方式 我们一会儿来跟你讲 具体怎么去搞 然后把他这个WAF呢 给他撒掉 对吧 好 那我们来看 因为你权限比较大 是可以达成的 先来看这个安全口 因为安全口 可能比较多一些 而且比较典型 实际上我们讲这种 关WAF的一些方法呢 它都是原理性的一种讲解 也就是说 它不光WAF 不光这种安全口的 像运动员 锁地论什么 乱七八糟的WAF 你都可以用这种方式去绕过的 是这么一种原理的一个东西 我希望能把这个课程刺透 因为你刺透之后 它无论怎么变 核心代码如果不改变的话 OK 这种方法可以一直去绕它 而且不光 这种安全口的WAF 像运锁的地论呢 我都去测试过 都一样的 都可以绕掉的 关键是你的规则写的 有没有够完善 而且能不能过掉它 好 那首先来看一下 它怎么去拦截的 我们要知道它怎么拦截的 我们才能绕过 对吧 那自己只比白战不带 对吧 然后我们首先第一步 要了解WAF的防护原理 查看WAF的防护位置 熟悉防护规则 了解防御机制 是吧 查看单级的实践法制 等等 那我们下载一个最新的WAF去 我们下载一个 安全狗多少 安全狗 好 产品 然后我们下一个网站 我们下一个网站的 先看网站怎么搞 IS4.0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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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复制一下 然后拿到这个03里边 老兵去了 换一下吧 虚拟有问题 好,我把ip换一下 让我们网络能够联通 先确定一下 我看看 改下一批 应该是43吧 访问一下 稍等 168.43.200 可以的 是吧 没问题 好,然后我们来安装一下安全够 好 好 所以不用入册就可以使用了 直接完成 OK 然后这里就进入到这么一个界面了吧 否则的话 它可能安装完之后 有一个让你用手机号注册的一个界面吧 不要烦然这么有东西 好 那我往下看 先来看 先来看它这个防御 首先防御有这么几个 彩单 一个是网站防护 黑白名单 还有防护日志 那我们现在看网站 点进来 看网站防护 那这里边你看 ATP安全检测 三张防护 然后 这里边可以看一下设置 像ATP的话 它检测了一个UR吧 看见了 基本上都是通过UR来进行检测的 那就是UR检测的一般都是什么呀 什么方式是UR 是不是get呀 这个能力吧 get的话 就是UR传递的嘛 所以说你看它在拦截 一些secret注入的时候 像按的R 一些逻辑注入 逻辑参数等等 包括一些时间注入 基本上来的都是get方式吧 都是UR拦截的 那它拦截我们UR不拦截POSE的话 那我是不是可以把参数提交 通过POSE 改变一下提交方式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绕过拦截了呀 这个能力也吧 好 这是一种方式 但有一些语句的话 它是拦截Cookie 还有POSE的 所以说像这些 包括数据库 删除创建表 一些操作的话 buffer的一些操作 可能你POSE它也拦截了 但平常的注入语句 它如果服务器允许你通过POSE提交 你是可以通过POSE或者Cookie提交 来绕过一些什么呀 一些防护软件一些拦截的 这个能理解吧 这种安全狗 它这个规则是可以绕过掉 这能看明白吧 看明白 你扣下一样按 然后我们继续啊 走 这是它一些拦截的一些方式 呃 然后往下走 包括你像这是 一些文件操作的 对吧 你看它那些拦截方式 我们这里了解 它具体操控的原代码 我们是看不到的 顶多一些应用的一些功能 我们能看到 然后这边是 上传防护的 呃 这里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 就是我们在 呃 躲避黑名单 就是 就是绕过黑名单的 已经上传 那个后对的时候 大家还记得黑名单 拦截是什么意思啊 是不是它定义了一个 不允许上传的列表 比如说PCP或者ASP ASA CER等等的 这能力能力吧 它定义了一些 不允许上传的脚本类型 那我们通过一种方式 叫什么 是不爆破上传的后对类型 爆破上传类型 为什么要通过爆破上传类型来绕过它 就是因为它定义的一些名单里边 可能不是那么完整 定义的不是那么全面 可能它也就是它能想到的一些脚本 对吧 一些类型 那我们可以去找些这种什么呀 能够执行那些脚本类型 加在一个字典列表里边去上传 来进行看看 看它到底允许哪些类型上传吧 那哪些脚本是可以执行的呢 OK 你看这里 安全沟里边这里定义的比较多一些 看见了吧 这些脚本 可能算是比我们要想的可能会多一些 你可以把它这个列表给它扒下来 对吧 放到一个TIT里边 进行上传测试 不是找个黑名单吗 对吧 来进行爆破一下这个上传后缀 用它来去攻击它那个防御代码 也是可以的 但这里我们来看一下 它不允许上传ASA 看见了吗 ASAX 还有个 ASCX 然后 ASAX 等等的MX 乱七八糟的这些东西 你看 包括这些后缀 它是不允许上传的 也就是我们一旦上传这些脚本 它是会给你拦截的 这里要注意 然后文件防护 它这里文件防护 你看它防御了一个浏览防护 还有短文件名声防护 目录漏洞防护 还有机型文件名 也就是说我们 你看 防御上台 如果你去访问 这种ASA的 这种机型文件名的 对吧 它都会给你拦截的 浏览树 它会给你拦截的 还有一些就是那种 目录 漏洞吧 像那个A.ASP 这种目录 带后对的这种目录名称 它也会给你拦截 还有短文件的 对吧 然后机型文件等等 都会给你拦截访问的 然后行为防护 行为防护的话 你看主要是什么呢 当然默认都是关闭的 对吧 你可以去开启的这些东西 然后包括一些我们在 提权的时候 一些敏感的一些函数调用 对吧 比如说 执行一些命令的时候 可能会加载这些行动函数 一些道路文件 那可能也会给你拦截 包括一些危险函数 看见的吧 我们在用 ASP 进行执行CMD的时候 是不是会调用那个 celler APP 应该是 应该是这么念 是吧 基本上就是cell应用的一个意思 然后呢 它会调用这么一个组件来进行执行 然后底边就是 warranty name space等等的 这是加载一些什么呀 查看系统用户的一些组件 它会拦截这些函数的 一些ASP函数执行的 防止你提权的 禁止IS执行程序 还有一些一句话后门 你看 你像这种moveuploadfile 一般这种的话 一般是小码里边会写这么一个函数 就是用来保存大码吧 那点吧 保存大码的一些内容的 还有myscle连接的 就操控一些myscle数据库的一些函数 还有一些ppinfo 这个函数就厉害了 因为我们之前在进行toku 可能会用alminer 大家还记得那个脚本吧 那个alminer我从官网下最新的时候 我当时脱裤碰到的不是安全狗 是阿里云的防护 那阿里云防护很牛逼啊 当时我去上传脱裤的脚本的时候 去测试那个裤子看能不能脱起来的时候 基本上 它都会过蓝的 而且我下的最起码 因为那个alminer 本身就是个数据库管理软件 alminer.pvp 然后我上传脚本的时候 它过 倒是能上去 但是防护是拦截 显示那个阿里云防护的 但是怎么去绕过呢 当我后面会跟你讲那一块 怎么去绕的 不着急 它检测的实际上 我后来才发现 它检测就是这么一个 一些数据库的操控函数 在某个单页面当中 会有这么拦截的 当然底边还有什么pp4 用来泄露这个什么呀 泄露pp信息的 它也会拦截这些函数的 这是中代函数加载的一些防护程序 然后这边是这个禁止编量函数的 也就是我们像这种 assort cred function 然后就是 这些东西 基本上都是用来执行系统命令 或者执行一些代码的函数 这些函数它都可能会拦截 因为我们很明白 就是说这些东西 assort也好 c什么也好 sell eic 都可是执行 像底边这几个都是执行系统命令的函数 然后上面这个assort是执行代码的 和我们eward函数是一样的 执行代码的 所以说这个函数一旦在代码当中 你上传的话里边有 那肯定会拦截的 它认为它是一个脚本 一个一个一句话 对吧 或者是一个木码 websale 然后中国菜刀 中国菜刀肯定也是拦截的 对吧 一句话后门防护 嗯 这里要注意的话 就是我们可能 你一会你不应事一下 它默认是开着的 这种防御 因为我们上传一个免杀的一句话 你去访问它不拦截 但是用菜刀去 连接这个一句话的时候 可能就要拦截了 它拦的不是那个一句话 而是你拦截的是 你菜刀提交的参数 因为它能识别出来 菜刀的一些指纹信息了 因为菜刀它传递的一些参数 通通过先是什么呀 bys64编码 然后又是url encode编码的等等 那这些编码肯定正常的访问 它不会 科目不会提交这些参数吧 对吧 所以说呢 它一找你提交bys64编码上传的时候 可能是 它认为它是一个菜刀 可能通过一些菜刀的一些指纹识别啊 能够识别出来 你提交参数 是菜刀的科目单 提交的 就给你拦截了嘛 对吧 那你菜刀肯定不能用了 这么一个东西 那最起码是可以照顾的 然后 tcp ud发包等等的 禁止对外发送tcp的一些包 当它拦截 比如说你做码什么之类的 进行反弹的时候 对吧 我们再提前说 是不是有反弹cell的这么一个 呃 一个操作 所以说它拦截了你 对对外的一个发送tcp的包 就是允许你 就是限制了你的一个反弹请求 这么一个动向 好 这是一些 呃 网站的一个防御 然后我们来看资源防护 好 内容防护啊 一个是响应后台 后台的话是怎么回事呢 你可以添加个规则看看 它是这个意思啊 就是我们正常访问后台的时候 可能 举个例子啊 举个例子 大家画图看看吧 还是这种情况的 不知道有没有碰到过 你访问了一个admin目录啊 admin目录 在这个admin目录下呢 访问了一个什么呀 访问了一个login login.pp吧 对吧 正常的话是不是 就是 这么一个目录 这么一个目录下 这么一个登录页面 会出来一个登录页面吧 但如果他给你设置了一个后台防护的话 他 他这个规则是怎么设置的呢 呃 你可以随便取个内容的吧 然后这里物理路径或者UR路径 看下来吧 如果你要用物理路径 比如说你的网站 根目录是在地盘 sadvroot下 有admin 你就可以指定下这个物理路径能力吧 然后呢 验证方式 它有这么一个 呃 两种方式 一个是IP验证 一个是密码验证 一般用密码验证的会多一些 IP验证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只允许绑定了你哪一个IP可以去访问 这个呃可以访问这一个登陆的这么一个界面的 除了这个IP之外也是不允许访问的 当然这个它灵活性太差了 肯定一般基本上不会用 除了是内网IP 就是可能说是固定起来 或者是安全性特别高的一些服务器 也就是说只能用某一个服务器去登陆另一个服务器 说这个服务器登陆之外呢 另一些服务器登陆都是登陆不进来的 对吧 可以用IP验证 这种级别就比较高了 而且灵活性比较差 那如果关锻进行流动是进行管理的话 比如说他今天在北京明天在上海 IP他不是自己能够控制的 对吧 所以可以登陆某一个VPN服务器里边定义那个IP 然后再去登陆 那太麻烦了 那这种就显然不是很很合适了 那可能会用密码验证的 密码验证说白了就是 又给你设置了个密码 就多离到防线 那在设置个密码的时候呢 怎么回事呢 本来我访问的是这个页面吧 对吧访问的这么一个页面 好 你访问这个login点PP的时候 这么一个登陆页面 但是呢 你再访问这个时候 他会跳到另一个页面 跳到一个安全狗给你生成了一个 一个eggson或者某一个页面 点PP 那这个页面的话 好 是安全狗的一个登陆页面 你首先得登陆到安全狗的页面之后呢 然后呢 他才弹出来这么一个什么呀 login点后台的一个登陆页面 然后你再输后台的密码 那就是给你多设置了一个安全狗的一个密码 这个大家能看明白吧 因为这我之间碰到过 之间碰到过 没问题是吧 能看明白是吧 可以是吧 嗯 ok 那像这种的话 我们怎么过了 怎么过掉它呢 大家知道吗 我怎么过掉它 呃 说实话 你从前来的话是不太好过的 因为你不能再去抱抱安全狗的吧 安全狗他 你看他有一个什么呀 有需要时间是30分钟看见了吧 锁定你IP什么之类的 他肯定是有防御的 但是我那时候是拿到一个拿到一个什么呀 已经拿到sell权限了 但是你要进后台他也要过这个安全狗的 怎么办呢 啊 我是通过替换 让他访问的不是这个页面 不是loganerpp 比如说我 我正常访问的这个登录页面是loganerpp 好我复制下loganerpp 我改名字 能听到吧 改了一下名字 啊 然后呢 登陆一下 登陆一下 然后ok 登陆一下他他好像也也返回到这个安全狗的页面了 最后我也返回了 但是不要紧 我们拿到了一个 当然你登陆的肯定是正确正正确的用户面和密码啊 然后我们拿到了一个cookie 听懂了吧 我再给你讲我的一个经验啊 而且实战经验 拿到一个cookie之后呢 我们用cookie欺骗 直接绕过去 听懂了吧 访问他这个登陆后的页面就可以了 我这样讲你能听编吗 比较麻烦是吧 比较麻烦 但也不是版本都可以这样突破的 嗯 但你如果打到存储型cookie的话 存储型擦拆打cookie也是可以绕过安全狗的防御的 但如果你什么都没有的话 嗯 只有一个后台带号密码估计过不去了 那点吧 哎 估计过不去了 这么一个东西 好 这个防御大家要知道怎么去了解一下 反正基本碰到这种情况 挺焦头烂额的 然后这个 响应内容防御就是400啊 403啊等等的 哎 这种请求一面的话 特别是在我们扫描目的时候 他这种防御起来就比较牛逼了 是吧 可以干扰你的一个 扫描的一个结果嘛 然后 资源防护的话 你看 嗯 资源防盗链 特定资源防护 然后环境信息隐藏 那 包括一些隐藏的一些 一些信息 容器信息等等的 因为我们在进行 上他塞尔的时候 你发现上了图片的时候 他如果有安全狗的话 他显示的 不是你这个容器的信息 是安全狗 或者是一些吧 WARF2.0 1.0的一些信息 就来隐藏了你这个本身的容器了 防止容器信息泄漏嘛 因为有些黑客看到这个容器之后 就知道他有没有漏洞了是吧 比如说R46.0 可能会有一些目录解析漏洞 进行解析漏洞 哎 这样的话 他把你信息给你屏蔽掉了 你妈妈已经推断了 然后 流量防护 这里也挺重要的 你看单个IP上线的是 十秒钟一百次 然后就会超过这一个罚值呢 他就会冻结五分钟 哎 然后五分钟之后才能访问 然后代理上线的话 是一秒钟不能换三十个IP 如果你换了三十个IP OK 他也会拦截你的 然后绘画验证 哎 初级模式旅行三十分钟 也就是你的绘画 嗯 不能超过三十分钟 三十分钟自动给你断了 然后你重新再去登录去 让有效的防止什么呀 一个长久的绘画 截持吧 什么叫绘画截持 嗯 就是我们登录的时候 登录完之后 是不是建立绘画 建立绘画的话 大家要注意就是 我们建立绘画 肯定说是 你不去关闭这个 不去关闭绘画 就是你后台如果不去关闭的话 他这个绘画一直有效吧 能力也吧 很多情况下 我们打到Cookie之后 这个Cookie 然后登陆后台 但是你这个Cookie 一般这个后台 他可能说是 呃 Cookie可能会有效吧 就有一段时间 可以用 过了这段时间 是不是就失效了 我们为了不让这个Cookie 失效 是不是可以一直去点的这个后台 用那个什么 韩星鼠标记录器 一直点 一直点 点的的话 是不是就可以把这个Cookie 变成了个绘画 绘画怎么不关闭 一直操作的话 你这个绘画 就一直一直可以去对后台 操作的 但是呢 他如果有安全狗的话 他也会对你这个绘画 进行一个什么呀 进行一个 限制的能力吧 也就是你三十分钟 不论你怎么操作 最多可以有效支持三十分钟 超过三十分钟 你必须再给我登陆一次 能听懂吧 啊 这种的话你就不能再用 再通过进行Sysion 进行接持 一直使用 对吧 这个防御也挺比较麻烦的 OK 当然你也可以去隔三十分钟 到二十八分钟的时候 关闭 然后用Cookie再去登一下 对吧 然后再上去操控 就有点麻烦了 对吧 OK 呃 因为我们在那个 大家 我不知道还记得吗 我们在搞XX的平台时候 他在创建一个项目的时候 是不是有一个 呃 就是保持绘画吧 那个ChipSysion 那个功能是干嘛的 大家知道吗 他就是每隔有点时间 带着Cookie去访问一下网站 为了防止你的Cookie失效 能听懂吧 是这么一个原理的 这么一个原理 当然他是XX的平台去访问的 带着Cookie 哎 你就不用去管了 呃 然后这里边是一个下载控制的 就是你最多现成 五个现成 多了不行 这个无所谓了 嗯 然后就是黑白名单了 白名单 我们来看呀 IP别的IP白名单的话 如果限制的做了 这里 那你可以任意的去对他网站进去测试 因为他如果有了白名单的话 是不是他不会拦截你呢 你的IP加入白名单 大家这里要注意一点 就是我们在进行 呃 经常去测试网站的时候 可能会经常碰到阿里云 阿里云的服务器足迹 那么阿里云的服务器 是不是你一扫基本上就重置呀 哎 那我们得出来一个结论就是 让阿里云去测试阿里云的话 可能会比较好一些 对吧 当然这也是人家给我说的 呃 那这个阿里云测试阿里云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阿里云肯定说是对阿里云的一些IP 做了白名单策略吧 那平常的话你买阿里云的主机 他基本上都可能说是自己会有对你的主机 已经探测的那么一个扫乱器的 所以说如果我们买一个阿里的一个VPS 他可能说是对阿里自己的网段 做了一些嘛 白名单的一个策略 所以说你用阿里的VPS 去是阿里的主机去跑阿里的话 他就不会去拦截 当然也不是百分百都可以去 呃都都都可以不了都可以绕过的 因为有一些就是呃 可能说他没有加入白名单的 那就没办法了 能理解吧 VPS就是虚拟服务器 那点吧 虚拟服务器 好 这个大家要知道就可以了 嗯 然后我们往下看 这是白名单的 黑名单的话很简单 就是把你IP加黑名单之后 你IP 呃你这个主机再去访他网站 基本上都是访不到 然后爬虫白名单来看一下啊 你看他的他对哪些爬虫的 进行了白名单设置呢 像310的爬虫 百度的 这是什么呢 谷歌的是吧 搜狗的搜狐的 啊 雅虎的等等 这个白名单我们之前在工具包里面好像给大家放了啊 工具包呢 信息收集里面有一个这个吧 bypass 看见了吧 这个是个百度的一个spider吧 百度爬虫 因为他这里他怎么识别这些 呃爬虫的关键字呢 就是通过youtube 就是通过youtube 那里吧 哎 就是通过youtube 那我们只要找到这些这些他加了白名单的一些爬虫的youtube 跟他 像这一个 呃 这一个是百度的 看见了吗 啊 我们在扫描的时候 把它拿过来 放到哪里啊 比如说我们用一个工具吧 呃 比如说这个工具 对啊 我还没有干装家伙吗 我干装一下 你在扫描的时候 如果把你的那个什么呀 youtube跟他 改成了一个白名单里面设置的youtube跟他 他不就不拦接你了吗 这个能理解吧 就是对他的一个什么呀 呃 youtube跟的一个欺骗 啊 然后让他识别你的访问请求是白名单的 能听懂吧 开了白名单肯定不会去拦截你啊 这个能理解吧 哎 通过这个我们来开进行欺骗的 好 那这是基本上的一些什么呀 一些waf的防御 看见了吧 还是很全面的 也就是他如果开了这种安全狗的这种waf 像这种之类的这种类型的waf啊 他拦截还是比较好的 基本上 嗯 普通的一些防御 基本上都能给你防御做了 那我们接下来看看 怎么一层层的来突破条 来突破条 好 那先往下看 看这个 目录扫描 目录扫描 绕过waf 那waf的话 不光软件的 我们刚刚看那个是软件的吧 当然有硬件的 那硬件一般 拦截这个 可能比较多一些 就是一些请求 因为他一般 硬件拦截D6s的会多一些 但拦截D6s 那可能他会把你的一些 扫描的一些请求啊 当作D6s当中的CC攻击 是吧 那可能会拦截你 像阿里的话 基本上就给你连接同次 你麻烦了吧 那不能访问的话 我们说了阿里 你用阿里云去治阿里云 就可以了 用阿里云跑阿里云主机 这样的话 他白名单肯定不拦截的 然后呢 就是像如果有安全狗箱 之类这些waf的话 呃 大家可以去 去去去去去用这个东西 嗯 我们打开一下 好 像这个 我们可以扫描目录的吧 那你可以修改一下这个什么呢 高级 然后把这一个 ATP请求的 这一个ATP选项 改成谁的呢 改成百度的 看到了吧 改成百度的 来进行跑一下 然后确定 然后你这里边 给他输一下地址 就是3w 啊 我这输一个 1.2.1.8.43.200 然后8 006吧 好 pcp 然后加载个字典 开始跑 看没问题吧 完全可以跑出来吧 哎 是可以跑出来的 看到了吧 这样的话 我们是可以来进行热过他的一个什么呀 名单欺骗的 过来吧 这个能看明白吧 嗯 好 把它关了 通过他 你就可以来进行扫描了 呃 除了他之外 扫描之后呢 呃 那我们来看看 那我们到底看 他到底有没有完全果啊 对吧 扫了或者怎么 怎么可以扫呢 你看他也没给你拦截吧 没有给你拦截啊 那怎么判断他有没有完全果啊 随便点个参数 后边加一个按的 1.1 看是不是有安全果啊 对吧 是不是给你拦截了呀 看懂了吧 哎 给你拦截了 那我们刚才也能扫的一个网站呀 是吧 就是因为我们欺骗了他一个什么呀 又要跟他 让他去识别我们是 百度的爬平蜘蛛 他给你开篇名单 开这个绿灯了 对吧 呃 除了他之外 你还可以用这个工具啊 这个这个小预件 正常版的 也是可以扫的 一般用他的话 狗也不懒 他估计改的可能也是百度的 有个人的 要么就是改的这个什么呀 嗯 你可以去 改一下 然后跑一下 这个也可以的啊 就是一些启动起来比较慢 字典比较大一下 用他去跑也行 用他去跑也行 看见了吧 哎 也能跑出来的 双击 哎 没问题 都可以跑 都可以跑 好 这个会了是吧 会了我就关了啊 好 你看他速度特别快 但是没问题吧 哎 我们刷新啊 你看狗们又给你拦截吧 哎 这样的已经去跑 这两个工具基本上就可以扫下了 呃 你可以把很多工具的字典整合一下 放到这两个工具里边去 跑一下就行 呃 那这是上描目录的 绕过方式 那么就是检测什么呀 减慢速度 改一下IP对吧 呃 打一个IP代理池 让他边扫边换IP 这种方式也可以的 但这种方式 呃 耗费资源太太狠了啊 特别一般是搞一些什么时候才会用中 IP代理池呢 就是一些比较狠的一些话 像国外的一些 或者是一些 呃 像阿里的 像制造创云那种 这种防护的 安全性特别高的 那那你可能说就要搭一个的IP代理池了的 嗯 然后一秒钟换一次 或者两秒钟换一次 哎 这样来进行高 好 搭环境的话怎么来搭呢 这个大家要注意 首先你得找一个有注入的源码 然后呢 像我们这个03里边搭一个这种 网站 然后有注入 而且我们把最新安全狗给他下到03里边去运行就可以了 运行完之后他就有防护了 就我们刚才看到这样子 对吧 你后边加一个AND 后边加一个1.1 你看有没有狗 他直接就给你拦了嘛 那我们判断下 你可以加个斜杠 这个不拦截 包错了看下了吧 然后减个0 返回正常 是不是有注入啊 OK 有注入 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对他进行注入了 那你接下来是可以对他进行注入的 你现在就可以测试一些语句怎么去绕狗了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这个环境搭好之后呢 你是不是本地要去测试了 那我开始说什么语句来进行 构造什么语句来进行绕过呢 我们先先来看看啊 常见的一些方法 就是当然可能是有些方法不能用了 但这些方法我们要了解 因为通过在这些方法的一些基础 嗯 之上呢 然后变换来进行去绕过一些安全狗的一些防御的 那大家写变种 这个大家注意啊 大家写变种的话 也挺多的 这种防御 无外经常碰到 特别是在一些代码的一些防护上 代码机防御的 可能经常会用一些 呃 他这个代码机防御是什么意思呢 他可能说是定义了一些 关键字 比如说上 unit select from 然后什么这些的 aloud 什么啦 laloud will 这些关键字 他可能会定义这么一个 嗯 一些关键字呢 用一些函数来进行证则匹配 也就是匹配什么呢 匹配我们提交的参数当中 有没有这些 嗯 这些关键字 如果有这些关键字的话 他可能会显示什么呀 匹配出来的一些关键字 然后什么 存在什么危险字符 让你去提交吧 OK 那碰到这些代码机的防御 我们就可以尝试大小写 比如说 写大写 unit unit select 123 from 什么什么这些的 这种表 你这样去绕过它是可以的 就是我们大小写现在还能去用 只不过是对这种专业级的WAF 可能过不掉的 但是对它代码级的防御 是可以绕过的 也不能去 也不能去扔掉 那点吧 然后呢 就是使用 circle注释 目前我们现在用circle注释的 也可以过掉最新的WAF的 因为现在用的比较多的就是circle注释 然后污染HP参数 这么一个东西 嗯 打破它的一个正值匹配啊 然后使用UI编码 当然UI编码的话 当然它现在目前 嗯 不太效果不太很好 无论是这个代码级防御也好 还是WAF 好像都过得 都过不进去了啊 反正我试一下 然后使用空字节什么这些的 也不行 千道玻璃的话也是代码级防御 什么情况下会用千道玻璃的 就是 它可能会 检索你这个提交参数当中 有没有这些关键字 如果有的话 它替换为空 那我们可以 比如说select吧 替换为空 是不是就没了呀 那你可以select 在中间写一个什么呀 select 是不是中间的select 替换为空之后 又合并出来一个select 哎 这样的话是千套玻璃的 然后使用非标准 入口点 去找一些那种 它可能是没有去 呃 防护的一些页面 但安建狗 基本上像一些 这种WAF软件 基本上所有的 有助点页面 它都是统一进行提交拦截的 那什么时候会有这种 非标准入口点的 就是一个代码级的防御 它可能说是没有加在这种什么 没有加在这种防御函数 进行 呃 就是这种防注入代码的 那种函数没有进行对参数过滤的时候 可能就可以绕过了 当然有的一些 基本上一些核心代码 它可能没有去加载的 对吧 你可以去找 找一些那种比较偏的一些什么呀 一些点 来进行探测注入的 这是一种方法 然后避开自定义的一些过滤器段 等等 那我们来看看 大家写的话很简单 就是把我们的关键字进行大家写转换 能听懂吧 来绕过它的一个匹配 因为它匹配 它如果不去匹配大家写的话 你是可以通过这种方法来进行绕过代码级防御的 然后注释 最简单的注释就是用星 然后斜杠星 斜杠 这么来进行代替空格的 这是最早的 那第二种注释 我们就是加个感叹号 后边带一个关键字 这个关键字的话 是我们像这个uni select等等 from 这些都是关键字 注入点那些关键字 那 前面加个感叹号是什么意思呢 代表就是我感叹号后边的这些关键字 这些字符呢 我不去注释 因为感叹号是代表非的意思 这个能力吧 如果它不加感叹号的话 那你这个按的就被注释掉了 但前面加了感叹号代表非 也就是后边感叹号后边这些关键字呢 它没有去注释的意思 否的意思 我这样讲能听明白吧 能的话你就扣下一样 好 那我们往下看 大家看 呃 但这种的话你肯定说是能不能过掉的 我们来试一下 先给他 出个大写的吧 大写答案的 1.1 好 是不是拦截了呀 对吧拦截了 好 那我们开始用 用这个什么呀 用这个东西 好 1.1 是不是拦截了呀 对吧 好 接下来我们来进行 关键字的一个 飞注释 对吧 回车 是不是也拦截了呀 哎呀 这些方法基本上都拦截了 比较新的狗还是比较猛的 哪个怎么办 啥意思 啊 那个就不用管了 不用管了 能脸吧 好 从幽二编码的话 这种幽二编码啊 当然也有 也有这种情况 呃 大家现在基本上过不掉了 那脸吧 幽二编码肯定是不行了 好 那我往下看 嗯 狗升级的肯定很快啊 然后使用空字节 对吧 空字节 然后一些过滤器的输入时 如果碰到空字节 就会停止处理 是吧 哎 但这种的话 就是前面加版号00 呃 他如果碰到这里边 他就不去拦截了 不去拦截的话 后边实际上 有时候也能用到的 也能用到 因为他这种东西啊 不光是空字节后边的关键字 有时候我们在关键字中间 加一些空字节 版号00 然后1.1 你看见了吧 哎 他是狗不拦截的 这么方也可以 但是呢 我要说的一点就是 你发现他不能够正常回险了吧 并不是所有的 网站这种交易 都支持这种版号00阶段的 因为他版号00阶段之后 实际上后边东西就没了 能听懂吧 后边就没了 因为他代表阶段了嘛 但是呢 有了一些 我发现有了一些网站啊 你在用版号00阶段关键字的时候 这个版号00是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的 听懂了吧 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的 但这些 你想当前我们这个站点就不行 都不行 但这种方法也要记一下 万一你测试那个站点可以呢 能听懂吧 如果可以的话 是不是又知道过了 哎 这种方式也要记一下 版号00阶段关键字呢 或版号0109等等的 OK 那我们往下看 嗯 这是一种阶段 然后牵到玻璃的 对吧 哎 我们刚才讲过的 玻璃一个之后又牵到出来一个 是吧 然后找非标准点 好 等等的 来看一下我们总结的一些语句啊 那这个语句呢 是我在讲三期视频的时候 嗯 过过的语句 是不是特别简单 本来他是不是 这样的话 是不是做事啊 我们去掉这个中间的ABC加这个这个这个符号 是吧 往上顶着的那种符号 是不是就是个注释啊 那当然我们刚才那个注释已经过不掉了 然后我们变换一下中间加点内容 在注释中间又加点内容 是不是就过掉安全购了 那应该是在16年 呃三四月份的时候 我记得好像开第三三期 那时候就可以过掉最新的安全购 但是呢 现在别说是 现在的 就是七年 估计也过不掉了吧 现在都18年了 都三年了 那我们往下看一下 呃 那往下走 那这种过不掉之后 我们接下来可以去变换一下 对吧 那但是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 你如果想测试手工的话 大家尽量不要再这样的 他会给你幼儿编码 是吧 你可以打开你的这个 这个 对吧 啊不是这里边 这里边 打开你的这个火狐的matcher 啊 用它在这个hackbar里边来进测 就比较好一些 好 因为这里边还不会给你编码 看的比较清楚一些 那我们这里大家来看一下 首先这种方式 过不掉了 不要紧 哦 1等于1 那我们加了一个什么呀 加了一个这个东西 然后abc 是吧 那你试试能过掉吗 肯定过不掉了啊 自行下 肯定会拦截 但后边你加上也没用啊 那我们可以写点复杂的东西 对吧 往里边加点复杂的东西 但是 这是我后来一种方式 就是把它里边那种给它 增加的复杂起来 能听懂吧 增加的复杂起来之后 是可以过掉的 但现在的话 我们来试试 可是你无论怎么增加 你还都过不掉了吧 这个能理解吧 都过不掉了 是不是狗也升级了呀 那你这样写肯定不行了呀 肯定不行了 那我们接下来可以怎么去写呢 大家来看一下 我们刚才说 它是不是有一个感叹号 然后后边跟关键字 它是什么呀 它是代表非注释吧 对吧 然后我们空个1.1呢 我们来看看 好 现在还是拦截是吧 好 那如果我在里边加一个什么呀 再签套一个注释呢 比如说 ABC-SBD 然后呢 这行 你看 是不是就过掉了 能看没有吧 这种我们用千套加非千套 就是我们注释里边 非注释 然后千套注释 然后来 就是绕过这种 最新的那种安全狗 是可以的 能听懂吧 但是我们现在当 包括安全狗啊 包括安全狗 其他的这种防护 你通过这种 匹配的一种规则 给它污染 也是可以绕过掉的 那我们这个输入按的1.2呢 我们来看见 当年是返回正常吧 这行 现在返回不正常了 OK 是完全可以过掉的 那这个语句 你只要把它关键字 给它用这种符号 给它签套起来的吧 是不是就可以 进行注入了呀 当然是可以的 但是我们现在 不想用这种签套关键字的时候 我们现在就想用它来代替空格 可不可以呢 我们还是用它来代替空格 嗯 稍稍 我复制一下这个 这个语句 对吧 Coffee 我用它当的 当代替空格 看能不能裹掉它呢 自行 看现在是不是又蓝了呀 对吧 没关系 我们写了一个 前套里边 你看啊 这个大家能看明白什么意思吧 这个就是我们 非注释后边的这个注释 实际上就是没有起任何架子的意义啊 对吧 然后我这里再加一个注释 中间我再加一个注释 中间我再加一个注释 再写点东西 比如说 SB Dog 对吧 好 然后我们复制一下这个东西 三天过来 然后我们自行 好 现在还滥截是吧 没关系啊 多写点东西啊 多写点东西 好 自行 还滥截是吧 还滥截 啊 那这样滥截的话 我们肯定还要去编换一下东西的 那我们再加一个啊 再加个注释啊 多千套几个注释 能连吧 多千套几个注释是没有问题的 OK 然后我们混淆四听 是吧 而他识别出来 他到底在干嘛 看见了吧 是不是又过掉了 当我们加到 中间加了第三个注释的时候 我们1.1 你看 是不是又过掉了 能理解吧 呃 基本上 这种方式 就是在污染他的一个提交参数 反正我再告诉你思路 然后你把思路记得就可以了 然后通过注释的话 是可以的 能听懂吧 那里边的支付也不能乱加的 我们加的是正常的字母 加一些数字 还有一些符号 但有的符号就不行了 比如说你加个井 那井它是单行注释啊 哥 你想是吧 那可能就不行了 比如说你加一个什么Dollar符 什么这些的 当然有一些符号可以的 但有一些符号不行 这个需要你自己去测的 需要你自己测的 那好 两种方式告诉你呢 是不是一种 狗见注释就完 那不可能的 那不可能的 好 我又告诉你怎么弄到 Sermar去跑这个 这里我要跟你讲一点就是 这是一种方式 通过 嗯 非注释关键字 加一些注释代替空格 污染参数 两种方式 可以过掉这种Waff 还有一种就是 我们可以去 变换提交方式 举个例子啊 假设我们现在这个脚本 支持我们通过 呃 Post提交 我找下这个脚本啊 等会给他改一下这个提交方式 呃 我们当天访问的是这个页面吧 应该是 浏览 打开 我们来找一下啊 嗯 嗯 啊 当天是get吧 看下了吧 好 我们给他改成request 好 是不是get post 都可以提交了 那这里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我们不去 不去用这个东西了 呃 我们这里 启用 把id3等于去掉它 id等于3 啊 id等于3 是吧 自行 嗯 嗯 哦 失散啊 稍微了 好 我们 执行一下 嗯 嗯 什么情况 哦 我没保存吗 关闭 保存 supro products 然后 supro 然后 自行 然后 文号id等于43 嗯 奇怪了 点进去 加载 id等于43 到这个页面 提交 嗯 可以了 可以了 看见了吧 我现在提交 没问题啊 看见 说明现在是不是 我把它通过 get 然后 改变成什么了 改变成 泡色了吧 看到了吧 呃 呃 云锁什么这些都可以过掉 都可以过掉 基本上防护都可以过掉 因为防护 呃 规则都差不多 我感觉规则都差不多 啊 我我给你讲的这种防护啊 主要是给大家讲了一部分 呃 说白了基本上防护 它防哪里我们都能过掉哪里的 无论你怎么防 那里吧 无论你怎么更新啊 对吧 但我们都可以过掉 但是呃 在测试我给大家讲的这部分 就给你做测试用了 对吧 剩下一部分的话 大家也不能乱讲 那讲出来之后 太危险了 对吧 那那那那可能导致人家这种 防护软件基本上 可能就做废掉了 好 那我往下看 往下看 对 这部分我给你讲上也是 方便你做测试用 对吧 嗯 那你平常你如果 超出你做测试范围的话 你讲太多 你也挺危险的 嗯 那我往下看 我往下看 然后这里边 我们现在是可以通过这个 Post来经提交了 接下来 但是如果我现在出under1.1 你看他拦截吗 他不拦截 看到了吧 他不拦截 也就是我们通过 有时候 通过改变提交方式 也是可以绕过 WAF的 因为只要狗他现在不拦截吧 对吧 那如果你这里问号 id等于43 后边加个under1.1 你看他拦吗 立马就给你拦了 也就是他拦的 我们刚才开始也看到了 UR2 重点拦截UR2 特别是在平常查询的时候 但是Post提交的话 只有他在数据库 备份删除 添加表 可能会拦截 其他的话 我们Post进行查询 他不拦截 所以说你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经购 呃 代码机防御的话 你看是什么代码机防御了 你像那个ASP的弹框的话 你是可以通过Cookie或者 来经绕过的提交方式 是吧 好 那这种 绕过这种注入方式 会了吧 会了吧 但这种变化提交方式 不光是ASP的 不光是PP ASP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的 那我跟你讲的这种 千道玻璃也好 不是千道玻璃 这种注释也好 它是支持pcpc 买cycle数据库的 因为我们注入的话 大家注意啊 是根据数据库的一个功能识别的 那你如果用它来去 搞这个 assize数据库 就不行了 那点吧 assize数据库的话 呃 比较小 那你可以去 一般的话 它支持三种提交方式 你可以通过post来进行注入的 或者说是 你可以加一个什么呀 嗯 剩下版号版号0a 然后来进行代替空格 但版号最新的我过不了了 因为这个方式是我在 第八期时候讲的 但是讲完之后 就被人提交给安全果了 那从此之后就废掉了 废掉了我还没再去过到 因为平常 assize数据库的站比较少一些 对吧 那我们来看看 继续玩看 嗯 那这里没问题了吧 这里没问题了 这个能听懂吗 安家狗公司的 我们学院当中有安家狗公司的 没办法 云所的也有 上海云顿的也有 很多很多很多 毕竟我们做这一块的 都是安全圈里边的 过来学这个的也很多 每期都有 各大安全公司里边都有 好 那往下看 往下看 这没什么秘密啊 大家都知道 呃 往下看 那除了这个之外 大家注入会注入了 那如果我们现在如果 用circle map去跑啊 怎么去跑呢 大家看一下 接下来往下看 circle map circle map 跑的话 一般用这种三个插件呢 很早之前呢 不行了 那那那我们来看看 嗯 说话怎么去跑的 假设我现在跑一下啊 哎呀我擦 说话我还没按呢 是吧 我先闹一下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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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其两家公司 都去干给啥 那麻烦 嗯 嗯 关我了心啊 嗯 嗯 你去关我下就可以了 嗯 好 完成 然后我们把它减压到 嗯 某个目录就可以了啊 减压到我们c盘 python的安装目录吧 因为它python写的嘛 嗯 所以说 我把它放到python 它需要2.7 我刚才看到2.7的一个版本啊 然后我们这里把它名字改一下 circle map 好 ok 然后我们新建一个什么呀 快捷方式 然后输cmd.exe就可以了 回测 下一步 然后circle map 好 配置完之后呢 好 在这边我们来看一下 属性 对吧 哦不 那个属性啊 属性 然后把它路径改一下 python27 然后circle map ok 改完之后 打开之后 就停留到circle map了 这时候你就可以用circle map来经使用了 比如说circle map.py 对吧 然后我们把我们刚才的那个 粘贴一下 粘贴一下 把这个注入点拿过来 我们现在来跑一下看能不能跑过去啊 好 当然你最好用这个 我 -u circle map p-u 双一号引起来你的注入点 跑一下 好 你看很快 然后就蓝了 然后就红了 是吧 那我们接下来访问一下啊 看还能访问到吗 还能访问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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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他蓝的是什么呀 蓝的是我的circle map的语句吧 这个能听懂吧 哎他蓝的是我circle map的语句 那好 没关系 呃我们接下来 把那个 把这个把这个我们刚才写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注视语句呢 拿过来 对吧 比较长的一款注视语句 拿过来 然后来进行修改 他的circle map脚本 一下 嗯 我还得去看看软件 我把这个按照一下 ok 完成 呃我们进入到circle map的一个 目录 他插件是不是在temper里边 好 我们找一个啊 找一个代表空格的一个注视引号 spice2 content 看见了吧 这一个啊 记准这一个啊 然后 用他来进行打开 他是用他 看见吧 用这个注视来代替空格的 呃 然后我们全选copy 然后新建一个文件啊 当然你自己写pathon也行 挺简单的 一小脚本 呃那如果你要自己写不出来的话 你就改他的就可以了 当然这里改的话也是为了大家方便 因为毕竟有一些学员他不懂pathon 啊 没学在一块 那你这两个改的话就挺方便了 实际上你写也没p 我感觉啊 你改他的话更简单一些呢 浪费完全浪费时间 那我们然后去 查找karniaf 查找什么呢 替换 然后查找他这个形 替换成什么 替换成我们的这个 注视 对吧 嗯 暂费你了 ok 替换完之后 我们全部替换 全部替换完之后 ok 然后我们卡上加s 保存一下 比如说 dog.py 看懂了吧 好 接下来我们再跑一遍 看能不能过去 跑 好 你看又拦了吧 是不是又拦了呀 又拦了 然后我们刷新一下 开上一个狗 实际上大家注意啊 这时候他拦的就不是你的语句了 再会他拦的是什么 大家知道吗 他拦的是你的ip的 听懂了吧 是你的ip了 你现在访问显示都都正常 是因为你浏览器的一个缓存 你最好换个浏览器试试 他可能就不那么正常了 好 43.200 888 8006 现在还能够访问 其他怪的 ID 我看看啊 ID43 哦我没加插件 稍微 撒柄 我没加插件 sorry 我空格啊 刚刚temp 写完都不加也没啥用 哎 道个点批位啊 好 他说真的使用道个干嘛 当然不上 当然不上 因为我没有加他肯定是拦接了 那我们来看看 这样他这样跑一下 找不上 好 你到上次就不要这样尴尬了是吧 没有 我是想着已经加上了呢 本来想给你看那个 但他这样估计也跑不出来 大家知道为什么吧 他这样的话 他实际上不拦截你提交的注意区了 哎 他会拦截你的什么呀 拦截你的提交的一个 因为summap提交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能听懂吧 实际上看不看都不一样 他肯定是跑不出来的 因为他这个summap速度特别快 看见了吧 开始飘红了 所以说狗不光拦截你的语句 他还拦截你提交 ok 可以了 现在是不是跑跑跑的是不是崩了 那我们再来提交一下看看 刷新 嗯 是不是他有话 自行 奇怪了 嗯 没理由啊 看看 刀割点皮外 应该可以跑 刀割点皮外 跑出来 嗯 我看看 怎么跑出来呢 我看他有没有拦截啊 哦哦这里已经拦截了是吧 看见了吧 112次拦截攻击吧 应该就是我的缓存啊 嗯 这里已经有拦截了 拦截的话肯定是把你的这个什么呀 把你的IP 记录到这个什么呀 你刷新一下 看见了吧 这是我的IP吧 已经记录在这里边了嘛 所以说你要想正常的访问的话 不信你可以试一下啊 你再来跑一下 嗯 现在还能跑 不知道 maybe 你还能访问到吗 奇怪了 现在我看看啊 嗯 刚刚他们的 我先倒过这儿PY 哦 天 嗯 嗯 我看看我再加一个啊 没关系啊 好 那个我看看啊 嗯 开的呢 开的应该开的 我再换一个 嗯 谁的卖啊 嗯 拒绝什么 镜子说话 嗯 好 他看见了IP和他的IP性率 嗯 我换一个语句啊 试试啊 不着急 我们慢慢的来玩他 够出问题了 我再加一个 好 好 and 自行 没问题 1.1.2 不错 好 拦截 我来看一下啊 嗯 嗯 我们再来看一下 把这一个 我们来替换一下啊 让人家F 好 全部替换 x.py 好 看是不是我们脚本有问题啊 嗯 感觉也不像脚本有问题啊 哦 我知道哪里问题了 我知道哪有问题了 大家知道我问题在哪里吗 知道吗 知道吗 有没有人知道啊 我知道了 不知道啊 好 大家来看一下啊 好 我告诉你在哪里啊 在他这里 在他防御这里有一个黑名单吧 黑名单里边他会有一个 哦 但这里没有写规则啊 他有circle map的 听懂了吧 他有circle map的一个名单啊 我记得在哪里边呢 哦 资源防护还是哪里吧 是不是 啊 我记不在听在哪里边的 我告诉你啊 他会自己拦截 aws circle map w3f 听懂了吧 他会自己拦截这个东西的 所以说这里大家要注意啊 那因为circle map和w3f比较傻逼 为什么比较傻逼 就是因为他不能说他傻逼啊 就因为他在里边 我们来看看 他直接就告诉人家 他的circle map啊 那他的优惠跟着 circle map叫org 听懂了吧 所以说 你找到circle map label core里边 然后打开oversign 这个文件 选中他 然后1425行好像是 1420 24行还是25行 找到 好 这里25行 看见了吧 所以说我们把这个什么呀 把这个复制出来 看懂了吧 然后给他改掉他 粘贴 然后引号引起来 不要用中文啊 用用用英文的引号 双引号 扛人家s ok 那我们接下来再跑啊 好 我们还是用我们刚才那一个 道个点py跑一下看看 ok 好 现在没问题了吧 看见了吧 跑出来了吧 跑出来了 然后回车 哦 因为我刚才干的 因为我还记得我原来 没问题啊 是因为我们 Urgan的出了问题了 这里 不没关系啊 搞他还是比较很简单 网络 但是跑跑的可能也会挂掉 嗯 可能也会挂掉 哦 当然现在已经 现在已经不用不用挂掉了 为什么 现在挂不掉了 为什么 大家知道吧 因为我们改的是百度的吧 百度的是什么嘞 百度的不是白名单吗 能听懂吧 百度的是白名单啊 想想是吧 所以说他不拦截啊 那你这个速度还挺快的 对 那你看 是不是很快就跑出来了 好 那你带的这个插件 比如--curint-db 看看你当前数据库啊 看能列出来吗 有可能列不出来 空 看见了吧 no 空 列不出来怎么办呢 列不出来是你 呃 注释的语句有问题 那我们可以换一个语句啊 比如说---dbms 我们列下所有的数据库啊 好 看明白了吧 这样的话是不是把所有数据库都列出来了 呃 因为你注释的问题啊 所以说他可能列不出来 但是我们换一个插件看能不能列出来啊 我现在不想让他列了啊 我停止一下 我换一个插件 我换成那个x.py 我让他列一下当前数据库 看能不能列出来啊 curint-db 看他能不能列出来 嗯 他也没有列出来是吧 没关系啊 呃 如果列不出来的话 你就用刚刚 dbs 上去跑 也是可以的 跑出来之后呢 当然数据库比较多了 对吧 你自己可以刚刚什么呀 哎 刚刚你的这个 seal 比如说刚刚那个那个tables 对吧 我们看能不能跑呢 嗯 这样的话是把所有的都跑出来 还不行 比较麻烦了 呃 那整个时候再去写一句 因为你的语句 这个语句啊 他列不出来这当年这个数据库 是因为你注释语句 在执行他这个列 列当年数据库那个语句说 你这个注释 嗯不行 所以说他没有跑出来 再改下这个注释去 然后生成这个脚本 就可以跑出来了 这个当时我测试过 是因为你注释 注释的语句有问题啊 你写那个过口过口语句有问题 但是基本上其他都可以过掉 因为他有些语句拦的特别狠嘛 特别狠 那比如说我们来试试他 能不能跑表啊 港大D XOS 紫电个数据看能跑表吗 啊 跑表没问题 跑表没问题 就是列数据库那一行 有点问题 但也不是很大的问题啊 你刚刚DBS就可以跑出来 然后 而且或者说是去用那个 呃 换一个也可以 呃 这个是怎么看出来的 是吧 我当时抓包看出来的 我一般说抓包 看他发的每个语句 然后看他回显 然后自己挨个去测的 我心里没事 我裹到技术研究出来的 然后 这里个是 刚刚 Curumns-t-manager-user 嗯 我们来看能不能跑出来啊 好 跑出来没问题 我自己刚刚Dub了 啊 好 这里我们就跑出来了吧 我们不让他去爆破去了 OK 然后 用户名 密码 没问题吧 好 这个能看没完了吧 能看没完吧 就是我们现在基本上用Segmar 就可以过了够 然后进行跑出来 好 呃 这里就 拿到了 然后 接下来我们往下看 注入基本上没问题是吧 嗯 然后往下看啊 可能今天还能讲完 我实际讲吧 看这个 一句话 郭拉夫怎么去编写的 怎么去编写的 呃 编写的方法很多 基本上像这种 比较简单的就是什么呀 用可变变量 来进行绕过 要么就是什么呀 呃 利用函数 或者说利用这个什么呀 判断的语句 都是可以的 都是可以绕过的 那我们拿过一句话来看看啊 比如我现在放在这个 嗯 这里边 我现在写一个一句话 x.pcp 打开 我现在写个一句话 pcp 然后 under evere 加一个$ 下回现 post吧 然后 x 保存 然后我们访问一下 x.pcp 灰色 是不是拦截了呀 看见了吧 哎 说明这个一句话 他不免杀 那怎么免呢 免杀实际上很简单 很简单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给他变形了 怎么变 怎么变 怎么变形 他拦的是这个函数吧 如果你把这个函数去掉的话 大家看一下 我cron架s 我去掉这个函数 你再刷信一下 是不是不拦截了呀 看明白了吧 不拦截了 但是也没什么作用的呀 那这个函数我们可以怎么去搞 你也可以通过这个方式 执行一下吧 比如说我们copy拿过来 粘贴过来 然后这里呢 我们 嗯 怎么写呢 我用get吧 当然这里不能用x 因为后边有x了 用a吧 这俩能看明白什么意思吧 这能看明白什么意思吧 嗯 这种一变形的话 变成什么了 是不是我们动态的给传散 通过a 给传个ever 他这里是不是就变成ever了 这个能理解吧 那我们现在这样 这种方式能 能听懂什么意思吧 比如我们保存是x点pp 那我现在 现在没有ever 是不是ever这里就回来了 能理解吧 哎 ever回来了 然后后边 是不是照样子行啊 用菜刀去连接这个参数 带参数的脚本 然后去 密码是x 是不是可以了 但是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它拦截吗 拦截吗 不拦截是吧 呃 然后我们 a等于ever 也不拦截是吧 然后我们拿到这里边 我们来传一下看看 x等一个ppinfo呢 自行 嗯 啊 我们保存吗 看人家s 保存 刷新 嗯 我代码有误吗 嗯 对 在地址书的有东西啊 哎呦 我代码有误啊 好 我不用衣服 我不给他传衣服 我传个ever 他呢 可以吧 看见了吗 可以吧 ever是不是也是执行 执行什么呀 执行那个 嗯 自行代码的呀 那我们用菜刀连接一下看看 菜刀 嗯 打开 现在不拦截了是吧 不拦截了 然后我们 狗女包 安全狗 然后websale 然后找个菜刀 中国菜刀吧 看一下 听家 听家 然后 密码是不是x 对 然后脚本是pp 听家 双击 这又又蓝了吧 你看这里是不是有提交参数不合法 把网站发往前 安全狗嘛 看见了吧 是不是蓝了 蓝的是菜刀 看见了吧 嗯 那怎么办呢 你可以用这个2016比较新的这个板门的菜刀 去去去去去连接它 看 这样是不是就拿下了 看到了吧 嗯 这样的话就可以了 会了吧 嗯 这种方法是可以的 然后要么就是用那个过狗菜刀中转下 也是可以的 嗯 但这种方法也是没问题的 没问题的 这会了吧 这是最简单的这种 这种过狗的胶本了吧 啊 简单的没法再简单了 但你也可以去写可评面量的 可评面量的 多给它传餐的 也是可以的 嗯 但我们在这个 这里边给你放了很多过狗的 这是ASP的 ASP的 看见了吧 密码是X 底边这些是什么呀 PVP的 用这个下方线来代替变量名称的 还有这种方式 给它传三 然后呢 密码是A 啊 然后这是这种写法的 然后这是我之前写的 可编编量的 都是过狗的 都是过狗 啊 目前基本WRF都可以绕过的 呃 菜刀只能用西满绕过 不光用菜 菜刀 西满的可以过掉 或者说你去用这个 猪肉中的鸟本也可以过掉的 嗯 这里不是有个猪肉中的鸟本吗 看见了吗 对 最老板的话我没试过啊 不过用这个过狗 我们来搭一个吧 然后我们复制 嗯 给你看看吧 PP study 然后我们把它 我放进来吧 粘贴进来 我改一下 然后改成A 好 我编辑一下 这里改成我们 IP是19168 43.200 毛号8006 它的 地址 是不是 X 好 看你X 那我们 启动一下我们的 这个什么呀 这个东西 然后启动 反外 然后我们用哪一个菜刀去连呢 嗯 我们来看看 我们用这个过狗狗菜刀 看见了吧 过狗狗菜刀 然后打开 这时候我们连接谁呢 连接我们自己 127.0.0.1 A.pcp 然后问号 呃 A等于什么 asset 密码是X 然后呢 pcp 然后点击 双击 这样也可以连接 看见了吧 也可以连接 这个就比较老的 老的版本 嗯 但是那个 10年的老版本 我不知道 能不能连上 反正这个过狗 过狗菜刀 连那个中单脚本 是可以过掉挖符的 这种也是可以的 能看懂吧 没问题是吧 那又是配子插吗 插的一句话 得一句话怎么写 呃 你把它 你说ASP的吗 还是pcp的 ASP的话 刚才给你看了 就是那一个 用那个就行 你用那个就可以了 一样的呀 一样的 你把它 写在一行就可以了 能听懂吧 写在一行 然后 这里边有双眼号的话 你就把它转成什么呀 X 在这里边 再加一个X 112 看到了吧 一样的呀 没什么区别 嗯 好 那这是一个东西 比较简单的 比较简单的 做它这样的话 你还可以进行 如果是大码的话 你怎么去免啥 大码我这里不交给你 用代码怎么去免了 实际上用代码也可以免 就是比较麻烦了 大家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用文件包含 听懂了吧 文件包含 比如说我们现在 这里放一个ASP的 你看你现在访问8001啊 80012.ASP 是不是拦截了呀 看见了吧 拦截了 那拦截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通过这种 8001 然后这里我们把这个什么呀 嗯 大码 改个后缀 上传 改成GPG上传 看见了吧 然后去新建一个什么呀 再上传一个 新建一个 比如说A.ASP吧 然后我们去编辑一下 编辑完之后呢 呃 我们用哪一个呢 我看看 还是用一句话 我找找 嗯 在这里边呢 看见吧 这个东西 这是个ASP的文件包含啊 包含成 写我们那个 rma.gpg 然后靠人家 保存 这时候我们去访问 A.ASP A.ASP里边有一个包含代码 去加载rma.gpg 这个大码的代码来进行调用 嗯 就可以绕过一个什么了 啊 我现在直接拖进去的是吧 权限没有 我得把这个权限给他 是这样 但你正常上传这个图片就没有这一步 不用这么麻烦 好 回车 看见了吗 这样的话你就 成功的绕过安全狗的一个拦截了 就用文件包含 看明白了吧 文件包含来绕过 安全狗 当然不光那个 大码 你小码 哎 那个一句话也是可以通过文件包含来进行调购的 那pvp的话一样的原理啊 只不过用代码可能不一样 pvp代码你就用那个inclad inclad 就可以了 包含出来比如说rma.gpg 但这个是个PP的一个大码 或者说你去用一个什么呀 直接用我们的免杀码 免杀码我们PP里边 不是有这个noseafe的那么一个码吗 对吧 你直接复制过来 拿到这个里边也可以 三天进来 好 noseafe 然后我们把权限改一下 好 你看这个码 这个码是直接就是可以去 noseafe 你看他直接是不拦的 看下了吧 安全口是不拦截的 不拦截的 比较好的一个怪的嘛 看懂了吧 呃 这是大马的 大马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假如说我们在上场的时候 如果碰到他 他一个拦截怎么搞呢 上传 上传怎么去搞呢 上传机是你绕过的 我们来找一个站啊 找哪个站呢 我来看看 文件上传 突破上传 8031 8031 大家还记得这个站吗 我们拿这个 你选择一个图片 你上传一下看看 比如说这个图片吧 上传 是不是可以上传 看下了吧 没问题吧 可以上传 那如果我现在上传个pcp呢 呃 假如说我们现在上传个免杀的吧 上传个免杀的啊 pcp 呃 就他吧 看到了 就他 保存 然后我们新建一个pcp a.pcp 把后边tid去掉 然后编辑一下 暂停过来 让人家s保存 那你来看一下 我现在浏览 我要上传个pcp 当然肯定他是 本地是不允许的是吧 但我们说本地绕过 怎么绕过来 是不是你可以把它这个 上传的这个检测函数 看见了吗 给它去掉 是不是就可以了 编辑一下 atm 把这个去掉 是不是就可以了 不让去调用这个检测函数吗 编辑 这样的话 你是不是就可以绕过来 有点pc 提交 虽然绕过来看 狗是不是拦截呀 看到了吧 狗是拦截的 那怎么绕过狗呢 怎么绕过狗呢 打开我们的bar suit 下一步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好 返回 然后我们再去给它修改一下 嗯 本杂元素 failbug 找到这里 我们把这个函数呢 给它删掉 删掉它之后 我们点击保存 保存完之后 我们关闭它 然后浏览 然后 a.pvp 然后这是我们抓上包 抓上包 嗯 这里我们也抓上包 启用 好 然后 上传 这是不是过来了 看见了吧 过来了 然后我们发到repeat里边来进行调试一下 首先第一步 go 你看这里是不是有 拦截啊 waf2.0 防火墙吧 拦截了 那怎么突破掉它呢 好 你可以在forum这里用加号来进行 呃 苏号1024超过1024也可以截断的 然后内容不大要写 可以 或者说你在这里空格回车 在你以后后边加个回车 让你的这个名称在下一行 回购一下 你看是不是成功上场了 是不是upload a.pvp吧 这样也可以绕过的 这种方式就可以绕过了 好 你可以去访问一下 然后 upload 然后呢 a.pvp 这行 看没问题吧 i已经绕过去了 已经绕过去了 已经上上去了 好 你可以去联系一下看看啊 比如说我们用 这一个 找我猜到啊 最新的吧 添加 密码是1 然后添加 双击 啊 500啊 500 500倒是不要紧 不是因为 不是这个什么 不是我码的问题啊 是我搭的平台有问题 码门问题啊 8031上什么 8031 你看这里边 是不是我上传的 日期是2018年5月3日 4.05的吗 现在 4.06 刚才上传的吗 你看 是不是已经上了你来了 看到了吧 这样的话 你就已经拿到了 已经拿到了 比较简单啊 比较简单 不是没权限 是可以的 是因为我这个脚本 它不支持 是我这个PP啊 03这个PP环境啊 它不能支持这个码 但这个码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是我搭的环境 有点畸形啊 能听到吗 是环境的事 但是你正常 搞测试的时候 它不会影响你测试的 到这一步已经拿到sell了 正常的话 应该拿到sell了 这个你不用担心啊 我搭的环境本身就有点记性 呃会了吧 会了吧 能听懂是吧 嗯 好 不刷 嗯 双方线上传过不了了 修改上传算是可以 提权的话简单说一下吧 提权的话 通过程序读取密码 然后利用WAF照顾神器 是吧 WAF照顾神器 也被人提交了 一直在我手里用的话 也还挺好的 但也被人提交 提权就没法用了 嗯 这个神器是个EAE 直接自行一次 然后WAF就被删掉了 而且还可以去创建个关键当好 嗯 现在没的话 也不影响我们提的 对吧 WAF又没有 没什么区别 然后利用ESP读哈系 也是可以的 然后将用户填上到远程座面 然后给所有的目录降权 然后第三方人也提权 这些都是一种方法 还有一种方法 就是 前段时间一个学生 用了这种方法 就是什么呢 通过你的IC C就是C这么前线吗 C这么前线 把安全狗的什么呀 服务停止 停止啊 然后重启 重启系统 重启服务器啊 就是改一下它的启动 启动它正常的话 安全狗是不是这种启动的 把它服务停止 然后改成什么呀 改成手动 或者改成经用 改成手动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重启服务器 安全狗就不起来了 不起来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来进行创建了 再是一种方法 能理解吧 能理解 这是几种方式啊 几种方式 也是可以的 因为首先 你得拿到C种前 才能提权了 对 都有高权限了 你才能创建账号去登进去嘛 因为它拦截你账号 你没法登系统 呃 还有一点就是 如果它限制了你的IP访问 还有一点就是 限制IP访问 登3389吧 怎么办 用lcx.exe 把它的3389 转到别的软件上去 听懂了 比如说转到这个 3329 去连3329 就可以绕过它一个IP限制 这种方式 有时候也要给大家讲一下 因为之前碰到过这种栏接 呃 所以说这里有必要给大家讲一下 对 然后转发 因为它拦截的话是 呃 目标端口 然后原IP 是这么一个东西 这样的话 我们把它的 目标端口 原来是原的3389 比如限定的IP是 只能1.1.1.1 去登陆3389 那我们把 目标端口改成3329 所以说它这个限制就够不成 就不成立了 听懂了吧 那你就可以随便去连接3329 我这样讲能听没有吧 嗯 可以吧 OK 嗯 那么这是这种方法 当然你在 就是 你转发一下就可以用了吗 转发就可以用了 不用开转发就可以了 呃 基本上 还是很多的 很多的这种 就是 你在转发当中 还可能会碰到 很多各种各样的问题 想办法去解决吧 对吧 想办法去解决 基本上 你要解决出来 全部解决了 嗯